佛陀的母亲带领五百人皈依佛陀 他对阿难说 难道只有男子才能深入寂静吗 每个人都有获得解脱的权利 佛陀说过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的人都可以加入僧团 希望人们能平等对待女子 你们是怎么到达这里的 从加皮洛位徒步而来 一路上一直在起食 得到的食物只能勉强果腹 阿难满怀歉意地说 看到你们这样辛苦 我感到非常痛心 但是你也知道 只有男子才有权利加入僧团 您只能回去了 佛陀的母亲已经下定决心 走了那么远的路 放下了所有的东西 因为是女人 就不能从苦中解脱出来吗 希望佛陀能发慈悲心 接纳他们这些痛苦的人 阿难问佛陀 女子也能全心全意地修行吗 她们也能禅定吗 也能正得无上正觉吗 毋庸置疑的是 女子的能量也是非常大的 女子为何不能加入僧团呢 波舍波提皇后 放下了财富和地位 大老远地从加皮罗位不行而来 她们的双脚磨出了血 为了表明女子和男子一样 她发心修行 只希望能获得您的指导 并说女子也是人 也想有获得解脱的权利 但愿您慈悲 接纳这些痛苦的女子吧 阿难给众人带来了水 波舍波提不接受饮水 在佛陀接纳他们之前 是不会喝一滴水的 佛陀同意了摄立福 阿难律 目前联合大家设的建议 改变了以往的教法 于是佛陀便带领弟子们 找到了母亲一行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